原标题 苏联拥有1270万军队 如何迟迟不愿加入对日本作战 截止1945年5月 苏联军队工作柏林时 苏联军队的总数已经达到了1270多万 但是直到此时 苏联也没有加入对日作战 到了8月9日 苏联才宣布加入对日作战 一个星期之后 在各大国的压力下 日本宣布投降 那么当时兵强马撞的苏联 为何没有加入对日本作战呢 一 起初苏联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义务日本对远东地区的业心 苏联方面不是不知道 在1939年的夏天 苏联和日本在诺门坎地区爆发了激战 最终 苏联遏制住了日本北进的势头 在二战爆发的初期 苏联选择了中立 既然苏联和德国都没有开战 那日本自然不会没事找事 但是到了1941年6月 希特勒集结550多万军队进攻苏联 这回日本的机会来了 德国请日本出兵 帮忙签制苏联远东地区的兵力 可是日本此时希望南下东南亚 根本没有帮德国的意思 1941年12月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在这一阶段 日本担心苏联会与自己开战 而苏联担心日本会帮助德国 在双方都害怕的局面下 两国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在签署这个条约之后 苏联全力对付德国 而日本放心南下 德国军队的攻势非常猛 苏联请美兵两国在欧洲西部开辟第二战场 但美国也不是没有压力 早在1943年 美国就请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并不是美国打不过日本 而是日军的抵抗很顽强 美军的伤亡让高层有点心疼 但1943年正是苏联与德国决战的关键时期 苏联确实抽不出兵力加入东线战场 在斯大林格勒 库尔斯克等大战之后 德国军队的主力损失惨重 苏联进入了反攻阶段 到了1945年年初 苏联军队已经攻入波兰境内 即将攻入德国本土 其实在这个时候 苏联已经有能力加入对日作战 只是苏联不愿意而已 1945年2月 美英苏三国领导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 在会议中 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请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二 局势发展太快 苏联不得不出兵 当时为了使苏联答应出兵 罗斯福在很多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 最后 苏联答应再战胜德国三个月之后 加入对日本作战 可是接下来的局势发展有点太快了 美军收复了菲律宾 从而切断了日本本土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日本也已经到了邮金灯窟的时刻 1945年5月 苏联军队攻测柏林 希特勒自杀 二战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 这年7月 三国领导在德国的波磁弹举行会议 这时爱德里取代了丘吉尔 杜鲁门取代了罗斯福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新任总统杜鲁门只高气扬地炫耀了一番 搞得苏联方面很尴尬 8月6日 美国向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广岛投放了原子弹 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全世界为之震撼 当时 只有美国最高层的一部分人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原子弹 其他国家都不知道 在苏联方面看来 如果美国继续投放原子弹 那日本随时可能投降 如果日本投降 那自己没有加入对日作战 今后一系列的赤底划分问题也就和自己没关系了 因此在8月9日凌晨 苏联华其列夫斯基指挥150多万军队加入对日作战 本来东南亚交通线已经被美军切断 美国就拥有独门神器原子弹 现在苏联加入对日作战 在各大国的压力下 日本欲迎天皇宣布投降 随着天皇停战找书的下达 日本各地的军队不续投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